欢迎两位 我看资料上面说 都曾经有过婚史 是吧 是 那你们认识多久了 我们认识两年多了吧 之前我是03年结的婚 因为后来做生意 可能是不太顾家 08年就和前妻分的 后来来到了四川 自身打拼 一个偶然的机会吧 就是认识了现在的女方 只是作为朋友 然后15年 我准备在四川开个面馆 然后当时也没有人 我只有这么一个朋友 就是可以谈得来的 所以叫他帮我 一起打理面馆 这样我们时间久了 增加了一些情感 走到一块 一上来是非常的开心 但是后来现在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就变得非常的不愉快 现在我看小片里说 经常吵架是吧 为什么吵呢 我觉得他主要是 不信任我吧 就是怀疑我 好像我每做一个事 他都觉得我是和异性 在去交往 比如说呢 就像我喜欢吃面嘛 吃个早饭或者什么 一般来说吃15分钟 结果那一次排队的人很多 吃了40分钟 他就觉得我那另25分钟 一定是去和别的女性 去干什么 然后我和他解释了 他不听 而且一次又一次 这个事已经提了 真的是一个月之后 第二个月又再提 还是提吃面这事 对 还有别的事也会引起怀疑吗 有啊 多啊 比如说我开车 我车里面我喜欢喝可乐 一般都是放一瓶可乐 结果突然有一次 我那个后备箱里 不是可乐了 是一瓶矿泉水 他就觉得这个矿泉水 不是我本人喝的 是另外一个人喝的 而这个人也一定是女性 哦 是这样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小事 每次我就觉得很反感 不是我不信任他 是因为有一次我生病 去挂水嘛 他给我发信息 他说的 哎 我要吃猪脚 我挂完水 带着病 我去买了 买回家 做好了 中午的时候他就说 我今天要出去陪人吃饭 结果他去陪一个女人吃饭 我生病了 你不陪我去挂水 还让我跟你煮吃的 做好了 你还去陪别的女人吃饭 从那以后 不管他怎么样 说什么 我都不怎么相信他 问个问题啊 谈了两年多了 对吧 你们有考虑过结婚吗 我考虑过 因为我现在世界是刚起步 在发展中阶段 我想当我这个就是 有更好的这个能力的时候 风风光光的 这样对家人 对他都有一个交代 还有一个就是两年多 其实第一年 我们非常的好 后来接近两年的时间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吵 那我觉得这个爱情证书 你就是把它拿到手 它的含金量 其实并不高 到时候又像前一段的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其实说白了 您现在还不太打算跟他结婚 是这意思吧 如果是第一年的话 如果说现在流行闪婚的话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领了证了 但是如果没有第一年的 那个一直持续下来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 这个考虑大概是多久以后呢 只要他不这么不信任我 应该是很快 对于结婚您打算过吗 曾经打算过 也是曾经打算过 对 什么时候 就是在一年前嘛 一年前 两个人说的时间点是一致的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 我娘也幸福 开心 她那个时候呢 也特别关心我 还关心我的孩子 比如说今天 她自己一个人逛街 看到一双鞋也好看 或者衣服好看 她都会给我孩子买 孩子多大 我孩子今年大二了 男孩女孩 男孩 我孩子跟她那样 就是说沟通得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 是想嫁给她的是吧 对 提过吗 她提过一次 过了就没有提过了 当时你为什么没同意 她提了嘛 我就说随便哪时都可以 就那次提了 她就没提过了 现在面馆怎么样 面馆没开了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因为她很辛苦嘛 我们两个像夫妻老婆店 就两个人在这打理 我觉得就改行了 转行了你 对对对 15年年底之后 我转了一个棋牌室嘛 现在棋牌室谁在经营吗 棋牌室后来也转了 因为棋牌室 接触的客户 那其中有一些 单身的女性啊 然后矛盾我们就 非常的大 因为我要跟她去聊啊 让她约她明天 过来到我这来消费啊 再说一个大男人 守着一个棋牌室 我觉得不是 我最初的一个目标 我想有更好的发展 后来就把棋牌室也转了 现在到了 现在的最大的一个 广告公司 在此之前 是不是你们俩 在事业上面 都是比较贴合的 比如说你开面馆 他帮你 你开棋牌室 可能他也会帮你 面馆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接触的都是一些 不认识的客户 但是棋牌室 它是接触了 要有思想交流 和情感交流的那种 就是要呵护她 要维护她 请她来做朋友那种 那是不是跟她一起呢 她有没有帮忙呢 她太帮忙了 所以我觉得她太辛苦了 就是说她早晨去 那个超市去上班 然后晚上回来还要做 那时候我们开的最大的 有四十多个人 同事在我们那儿消费 要做四十多个人的饭 还要洗碗 我是负责 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让他们玩得更舒服一点吧 其实我们呢 就矛盾都 就从棋牌室开始的 开了棋牌室的时候 我们俩说话的时间很少 她整天就是抱着那个手机 聊扣扣 问她什么 她也不说 再加上之后我生病了 她也不管我 也不问我 就那个以后 我们就经常吵架 是这样的 她当时看的病是牙疼 这个我自己可能有私心嘛 我小时候就去了牙科 结果被牙医弄得我 心里有阴影的 你看到我现在 这有一颗牙 我都没有去补 就是我害怕见这个牙医 这是我自己的自私 这个我也向她 表示过道歉和对不起 但是她说的 我去陪那个女人吃饭 我是经过她同意的 这个不算是私下这个 瞒着爱人去做一些什么事吧 现在应该算你人生 还不错的时候对吧 发展挺好的 应该是第二个小高峰 应该算 开面馆的时候呢 开面馆的时候 是在沉淀的时候吧 刚失败了一次婚姻嘛 就是准备再去 重新寻找一下 这个创业的一个感觉嘛 打磨心智那种感觉 你觉得这个 从直觉上来说 你觉得这个男人 你还抓得住吗 我现在没把握了 就是她进广告公司了之后 我们俩就没有一点时间 晚上都是一点两点到家 你打她电话 她也不回 发微信她也不回 我不是监视她 她不是眼睛不好吗 要开车 就我还是怕出什么事 一打电话她没接 我就怕出什么事 但她老误会我 说我在查她岗 其实我没那个心查她岗 那我觉得就是查岗 这个不用解释 这个不用解释 我发现一个转折点啊 低潮的时候 有人可以帮你 两个人挺不错的 随着事业走高呢 从小面馆变成了棋拍室 但是发现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变短了 交流的时间变短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情感 又在急转直下 转到什么了呢 是棋拍室也关了 您到广告公司去了 你们在事业上开始切分了 两个人能够共同说点话的 那个地方也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发现 情感上面又疏远了 所以这个感情就僵在这儿了 因此女方就觉得说 哎呀我有点抓不住了 我们这么一解读完了以后 其实线索已经很清晰了 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听刚才简单的你们的对话 就完全能感觉到 男士 你在情商上是个高手 你看你用了几个词 当时我听得特别的有感触 你说我开店了呀 这个时候就不是简单的去工作 我需要和人家有感情上的沟通 要呵护这些客户 所以其实你是很知道怎么用情的 但现在你所谓的要用感情去沟通 要呵护 这些词汇都没有用到你的女朋友身上 这是为什么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答案了 当年你四处碰壁 婚姻失败 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只有这么一个女人在你身边 所以那个时候你需要她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也是真诚的 但是在这两年多的相处当中 你慢慢地恢复了 重新站起来了 你们的感情完全不对等 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她呢 如果继续这样 两个人在一起都是消耗 你的冷漠 你的不关心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感情 如果真的感情没有那么浓了 你告诉她 其实这些话我也是说给女方听的 我觉得你也不用太过难过 最初那段时间你们享受就是美好 但是后边这两年 其实你也看出来你们不是一路人了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冷静 你让自己平复一下 独立地去过一小段时间 去理理自己情感的脉络 也许你会发现这个人并不适合你 你适合一份对等的爱情 你们互相支持 互相依赖 互相取暖 往前走 而不是一个人高高在上 所以冷静一下 希望你们都有更好的出炉 和更好的另一半 谢谢 两位都是离过婚的人 离婚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伤害是非常大的 相当于地震 什么是地震 崩塌 颠覆 经历生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方有一番话 在我看来不是一个结过婚的人应该说的 他说如果要结婚 要等事业达到一定的高度 可以有足够的物质基础 如果这番话是个矛头小伙子 没有结过婚的男人说 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于一个 曾经离过婚的男人来说 他应该非常清楚 什么样的女人 是在生活当中 可以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女人 自己应该抓住这份幸福 三年的时间 按道理来说感情好 两年就可以结婚 但其实现在 男方对于你已经不太有感情 但却又不明确地提出分手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是否承认 在这三年过程当中 他在你生命当中的角色 帮手多过于爱人 一半一半 我一直以来我认为 男人善于理性 女人常于直觉 我相信女方 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自己被利用 多过于被爱 但是因为已经离过一次婚 再加上女人往往 没有男人经得起衰老 所以你更想抓住这段 所谓的感情 可是你心里很清楚 你们已经越走越远了 我知道 所以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你心里非常明白 男人对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那么既然想得清楚了 那为什么还要苦苦地去追逐这段爱 因为我放不下 你不是放不下 你是输不起 你觉得你投入了太多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再这样强迫下去 你只能是伤了自己 今天这个男人在这个舞台上 还可以非常冷静 不用刺激性的话语去说你 我认为今天是一个收场的开始 不要到最后很难堪的时候 好吗 如果今天你认为自己 在事业当中 这个女人对你帮助很多 无论将来你把不把她当成爱人 请你在60秒的时候说一句 感谢这三年有你 就这样 难受不 不难受了 还是有点 你呢 特难受的是 她进入广告公司之后 有一次就是她的广告活动 叫我去 然后我去了 然后我走路了 就不小心摔着了 当时她没有扶我 还退后几步骂我 她说我好像给她丢脸了 当时摔了 头也疼 两眼帽金心 人是晕的 然后我咬着牙 起来了 我慢慢走上那个大坝车 她都还在后面骂我 然后我和她去把那个广告活动做完了 第二天我一个人坐着去医院看脚 我说我跟着你交往了这么多年 我也帮了你不少 外人摔着了 你也会大把手扶他一下 空姐说我是你爱的人 我摔着了 你都能扶我一下 请问你爱我在哪里 我在你心里面 是否有位置 如果有位置的话 你就可以扶我一下 她没有扶我 反过来骂我 所以让我很寒心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段话 是在我们三个人 发完言之后再说出来 但是不是有时候我 绷不住了吧 绷不住真的绷不住 所以你在今天录制节目的前半段 你还在帮她维护面子 两个人不吵也不闹 只是默默地流泪 但到最后把事都说开了 你索性也就把它发泄出来了 发泄出来了 待会儿就回去 好吧 你像这样的故事 你看过很多之后 你大概会把它置换到 另一个情景去了 有一个人 他的脸部烧伤了对吧 没有人该给他看镜子 因为那是一张烧伤的脸 打开纱布那一瞬间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把那个镜子砸了 其实你心里早就知道 他不爱你嘛 就跟人砸那个镜子是一样的 我不愿意承认 镜子既然砸碎了 就别再拿着镜子 来划自己的手啊 咱还得活呀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感谢这三年有你一路上陪伴着我 男人喜欢粗犷的线条 可能一些细微的东西我没有做到 在这里和你说成对不起 谢谢你 这三年我们也开心幸福过 我希望我们彼此给对方一段时间冷静冷静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老师 来 请关门 好了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这种结果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还是希望曾经相爱的两个人 能够带着那份珍惜 好好地寻找你们的幸福生活